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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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由于美国比以前更加强烈 吃第一口已经觉得好滋味 但再吃少去已经饱肚 随着年纪增长 本来美国会衰退 但看太阳之后反而增强 不再需要浓味 就如一格高汽油容量的盧斯莱斯 以往注入一缸汽油需要一千元 但现在只需要一百元便可 甚至机能还提升了 问题五 当完成四十四分钟之后 每日步行沙地 但如果遇上八号风球 便行不到沙地 这样是否像看太阳一样 有七日的限期去完成呢? 答案是 HRM的资料显示 步行沙地是很轻松的 没有任何标准 只需要在有太阳的情况下 每日步行四十五分钟沙地 就是在不直接看太阳的情况下 让重火体适应借着皮肤 身体吸收阳光 所以就算下雨 乌云密布 只要下午有阳光或光云 都可以行沙地 只要不要在水中行走便行 问题六 刚才提及 行沙地的果效非常明显 假设 现在仍未完成四十四分钟的阶段 如果抽时间行沙地 会不会对整个过程都有帮助呢? 答案是 HRM提及 行沙地会改善 加快 以及加强观日的功效 所以 在观日前 先行数分钟的沙地 才开始观日 并且 平时在有日光的时间行沙地 对观日效果也有帮助 问题七 关于观日降级的问题 例如英国等地 一个季度也很难看到太阳 他们会在这三个月 暂平观日 然后减三至四分钟 三个月后 接続再看 同样 如果在香港 连续七天都不能维持进度而降级 在看了几天之后 又持续阴天不能维持进度 这样 是不是再需要减三至四分钟 还是在三个月里 减一次就可以呢? 答案是 HRM亦都提及 在三至四个月的期间 如果未能够在一周之内维持进度 就只需要倒扣三分半钟一次 无需连降两次 暂停最长是可以维持一年的 例如 在香港观日至二十分钟 期后暂停 一年之内重新开始 减三分半钟就已经可以了 但是 在观日三至四个月期间 如果超过一次未能够维持进度 就只需要扣三分半钟一次 无需扣减两次 问题八 当以看太阳作性物时 有些人身体会比较粗热 这样是一个什么的机能变化呢? 答案是 以中医角度 这个是阳气上升的现象 阳气提升是好的 人出生之后 原来就已经定了阳气的数量 很难补充 但是看太阳能够增加阳气 使人延年益寿 所以 不应该用躁热这个错误的字眼去形容 从果体激活之后 会产生退黑激素和血清素 血清素能够使人感到精神溢溢 即使减少了睡眠时间 竟然是越觉得精神 当看到太阳之后 人会容易熟睡 世界上只有退黑激素 可以让我们 像婴孩一般的熟睡 这个是因为婴孩在十三岁前 能够制造出很多的退黑激素 但是过了十三四岁的时候 从果体就开始萎缩 不能够自行制造退黑激素 到了四五十岁 身体已经完全没有制造退黑激素的能力 由于退黑激素能够杀死身体内的癌细胞 所以 亦都失去了对付癌症的防线 身体最早的癌症防线应该是退黑激素 退黑激素可以溶解癌细胞 原因 癌细胞惧怕高温 所以 自然疗法有一种叫高温疗法 就是将人置于高温的环境下 直至不断流汗 令体温升高 消灭癌细胞 而癌细胞越多 在燃烧的过程也会比常人感到更加的燥热 再者 癌细胞原先是极酸性的 当被击破时 更身体酸性突然增加 也会让人感到燥热 就好像吃了烧烤煎炸的极酸性食物 身体感到燥热一样 身体的其他防线 才是以白血球细胞去对抗癌症 但是如果因为燥热而暂停看太阳 就会令癌细胞停止燃烧 受于一些人在接受自然疗法期间 突然中断治疗 这个会是自杀式的行为 原因 身体是会出现反弹 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出现癌症 直至看太阳 导致身体在自然的情况下 而不是以打针消灭癌症的方法 身体可以按住人体能够承担的程度 而进行修复 有些人身体承受能力较低 身体机能会自动调节 将燥热现象摊分为一段较长的时间 慢慢消退 以牧师而言 看太阳至20分钟 燥热是最明显的 要较低冷气和色归零膏去清热 但是燥热现象维持一两个月之后 慢慢减退 甚至体温比平时的感觉还要低 所以 消减燥热的现象可以视乎体质 进食调寒凉的食物 并且 现时每日的精神时间也延长了 任何增开眼睛的时间也非常精神 但是当一睡觉就能熟睡 这是从活体被激活 产生血清素和褪黑激素的现象 同时 这两种物质也可以将人体内 含有最多毒素的癌细胞燃烧抬尽 所以 看太阳之后产生燥热现象 这是一个好的消息 酸性引致的粗热会产生排毒现象 鱼眼够增多 眼睛红肿 干杂 甚至大便出血 或者有尿酸的情况 所以 要想办法降低粗热 排走酸性毒素 不让身体排毒系统负荷过重 包括维持一天内喝两公升水的习惯 多吃水果、蔬菜 加上咖啡灌肠 及使用血清机 让身体将酸性物质排出体外 有关血清机的理论 就是用一个普通的雷射光 照着最多微施血管的位置 例如鼻腔或者墨门 45分钟就可以了 而鼻腔的位置是比较好的 按着国际法例 人体可以承受的雷射光的量是有限的 否则就会伤害身体 以烟食能够买到的血清机 都是使用最便宜的雷射灯 方大10倍也不会过量 价钱只是贵在计时的部分 由于能使你身体负荷过大的雷射器 是非常昂贵的 所以基本上 没有血清机的雷射是过量的 血清机源自中国实验 不同颜色的雷射光 可以针对不同的质病 蓝色雷射比绿色更昂贵 绿色比红色昂贵 红色就是最便宜的雷射光 红血球可以承受不同颜色的强光 以增加能量 所以红色雷射已经可以了 总结感言部分 贴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二十三节 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由愿你们的灵与云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除了灵与云之外 主耶稣期待我们的身子也得着轻胜 并且完全无可指责 神赐下身体受予生命给我们 才可以有权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类 即使主耶稣成为救属主 也需要这个身体成为来到世界的护照 因此 实弹不断作出干预 让人生病、死亡 不能够留在这个世界 我们要得着灵、云和身子的知识 才可以在神面前无可指责 近代人却偏向关心一件人事问题 而待于自己的身体 虽知道 隐私问题只是思想层面 事件也始终会过去 并且不会让身体感到痛楚 但是当身体出现毛病 却会失掉生命 所以懂得保养顾色身体 认识这方面的知识 才是平衡的人生观 这就是为什么撒旦所制造的阴谋 很多都涉及医学、核污染、基因改造、复射等等 原因撒旦要摧毁人类的身体 如果撒旦有能力 将神所指给你的八十年寿命 缩减至十八年 撒旦就已经赢了 就算不离世 撒旦只要让人牢笼在轮椅上、病床上 那就不能再侍奉了 无怪父 当1996年 教会开始分享健康的智慧 会遭遇到这么大的攻击 相反 当我们灵魂体兴盛时 才能够延续在世的时间去侍奉神 今星期 一华牧师继续以淡文方式 分享耳体太阳作生物的补充资料